史老师我脸小 今天有个事你必须帮我 我在涛哥的串带摆了一组 没有别人就你跟经理 公司的董事会开会 准确的说应该是散伙会 公司要关门了 我已经通知你了 但是经理那边我没好意思伤罪 他哥我这干了半年多的时间了 说实话我跟他还不熟 平时我看他跟你走得挺近 今天他要失业的事你跟他说呗 好事都你干 坏人都我的 我这个人要脸 失退员工的事我平常干不出来 你说你都那样了 我都没失退你这些年 行我不要脸 那你说的也得婉转一点啊 经理那人也耗面 交给我了交给我 哎呀涛哥 显然谁还没来你这里变样了 东西屋了嘛 酱总看这也走吧 这不你公司黄了吗 我把这些东西全都摆这了 这也算发挥预热了 以后来这的时候还能想念一下啊 酱总不好意思来晚了 坐坐坐坐坐 以后朋友叫酱总 咱们这么熟了叫我酱哥 是吧 叫叫啥都行 咋了今天怎么这么客气 没事懂的呗 干啥呢干啥看着快吃啊 今早的口碎吃吧 烤得老好了 给我尝尝来 别经理先吃 你们南方人吃着玩吗 是经理不爱吃腰子 他问你给送点鱿鱼咋的有没有 有啊 对经理爱吃鱿鱼 烤鱿鱼啊 经理爱吃炒的 鱿鱼片一炒带大卷的有没有 有啊 啥说爱吃炒鱿鱼啊 他不爱吃吗 爱吃吧 吃点吃点 吃了就爱吃了 可以给我做了就别上了 我不爱吃鱿鱼 董老师 鱿鱿鱼是海鲜吗 啊 在你们南方属于海鲜 在咱们北方属于青菜 对 尝尝鱿鱼这个青菜 哎 炒鱿鱼就来了 来来 放心里面 这个我是一口不能吃的 我鱿鱼过敏 我也鱿鱼过敏 但是鱿鱼是道好菜是吧 在我们东北炒鱿鱼 有一个特别好的寓意 是什么来的 董老师 我一会我那你那什么先去 你快点啊 鱿鱼嘛 拔个爪 就叫就说这个人呢 八面玲珑 八方生财 八仙过海 就八八了 哎 在你们南方 炒鱿鱼有啥寓意吗 还俗啊 什么意思 炒雾了 炒雾了吗 还是经理聪明 这炒鱿鱼这玩意好吃 来 史老师你也尝尝 多吃点啊